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真问 元亨利争就是最亨通 而且利于真问 下面六谣分别以龙来代表君子 初九 乾隆勿用 初就是指第一谣 就是最下面那一谣 九就是代表阳谣 乾隆勿用就是说 得这个谣的就代表它是龙潜伏未出 不要有所作为 九二见龙在田 利见大人 二就是从下往上数的第二个谣 也是杨谣 所以说九二 见就是陷的骨血 龙出现在田野中 所以利于拜见长官大人 乾障的钱就是见 所以第三谣在说 君子整日强健勤奋 到了晚上仍然警惕不松懈 虽然艰辛 但是没有纠难 第四谣在说 或是要向青天 或是潜入深渊 也是没有纠难 第五谣在说 龙在天空飞腾 利于拜见长官大人 第六谣 龙在极高处 将会有所懊悔 所以由下往上 六谣都在说龙 都在说君子 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做比较详细的解说 但是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六谣由下往上 正好就代表君子成长的六个阶段 一开始是乾隆 潜伏在地下 然后呢 出现在人间 再来终日奴隶 再来或者上去了 或者上不去 到了九五 飞龙在天 也是君子最有成就的时候了 到了上九 抗龙 反而就有悔了 俗话说 高处不深寒 已经飞龙在天了 还要往上走 就远离人间了 就会有所懊悔 九二说 利见大人 我们在刚进社会的时候 不是很需要别人来提拔吗 九五又说 利见大人 我们在独当一面成为领袖人物的时候 不是也应该跟其他的领袖人物交往吗 所以我们在读易经的挂谣词 一方面好像是在说一个我可能遭遇到的情境 一方面好像是一个很世故的长者 在指点我的人生 这也是易经读起来非常有趣的地方 从飞龙在天到抗龙 这其中的转折啊 不是偶然的 它都在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易经里面 当事情往上发展的时候 到了顶点就会产生变化 整个易经几乎都在说这个道理 所以易经不只是一个真实的书 它还包含了一些哲理 但是我们在读易经里面 我们要读易经理训气 所以我们没有读易经理训气 我们明信息 也是我们的读易经理训气 我们的读易经理训气 我们要是您的读易经理训气